今期介紹最後這一隻 龍塔螺絲 它居然有武器配的 就是這支槍 武器由印象中只有圖塔螺絲和龜仔有配的 應該說每隻都有配 我記錯了 槍可以轉的 手型方面就頗為多 大概就是這樣 本體方面其實這隻已經有問題 大家看到這隻白色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它已經出油了 我現在都還在想辦法 要清一清它的層 我是放在玻璃櫃的 但是它 都不知為何會自己出油 就是黏入黏 頭的那一洞 左右零沒有問題 手的那一洞 手的那一洞 然後到腳的那一洞 那這東西其實可動性上算可以的 不算差得很交關 那當年的曼代其實頗良心的 就是在這些 Figure上面出的東西 細節度 我覺得 都比現在 是良心很多 那這條邊是可以拔出來的 那 替換手型就有點痛苦 直接是拔這個 因為它被一件衣服阻止了 即是手臂這件衣服 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裏呢 我原本以為是鐵來的 其實是膠來的 那整件衣服都可以的 整件衣服的配色就沒有特別 即是說 雕轉的配色 都是黑色和紫色 兩隻配色 那這隻龍子其實我挺喜歡的 那我那時候好像是在香港 現時店買二手 就是特價九十元港幣 沒錯 你沒聽過是九十元港幣 當時我買回來是有盒有盒的 只不過我在香港 帶過來美國的時候 我沒有拿到那個盒 大概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 雖然買二手 但我那時候那個 檢查它的件 以及檢查整件的總體 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甚至是 那些側面都很漂亮 沒有黏黏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擺了幾年 可能大概三四年左右 現在就會黏黏 現在就會黏黏 這裡的手的那棟 平舉沒有問題 手的那棟大概九十度 若膜 沒錯 你沒聽過是若膜 大概就是這樣 左右零沒有問題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啦,我們下期再找其他玩具 拜拜